哥 哎 潘潘 你怎么来了 我大学考的不好我不上了 我呀 过来投奔你了 不上了 你这不胡闹吗 你爸妈知道吗 没有好学历 怎么找好工作呀 行了行了 你别啰嗦了 你赶紧给我找个好岗位啊 行 我这就给你安排 单经理 你去给我表妹安排一个好的岗位 好的 李总 绍凡 你把这个文件排一下板 有急用 哎呀 烦死了 累死我了 绍凡 做好了吗 我不会 这怎么做呀 李总 你这表妹一天什么都不会 这工作根本就没办法往下进行 一天呀 就知道咯咯咯的 你这亲戚 我该怎么管呀 这样 你就把它当做普通员工一样 该讲讲 该发发 那行 你这些什么都不会做吗 这么简单 你都不会做吗 那鼻子下面有嘴 难道你都不会问吗 小五 这个恐怕要麻烦你一下了 看来又耽误进度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们意思是 怪我啦 这就是你影响的 哥 哥 呦 这还是裙带关系 这是这个季度的奖金 你的 谢谢单经理 你的 谢谢单经理 来 你的 谢谢单经理 哎 我的奖金呢 你为公司做什么了 贡献太小 继续努力吧 你 你给我等着 哥 哥 单经理的欺负我 他 他还带有缩眼镜看我 而且他还给我穿小鞋 而且他给别人发奖金 所有人都有了就不给我 他 他去别对待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里是公司 没有你哥 叫李总 好 李总 你说这事怎么处理吧 他不公平 双刚待人 喂 单经理 你现在来一下我办公室 李总 你找我啊 单经理 你说一说 这次发奖金 为什么没有给他发 李总 咱们这个奖金啊 是按照每个员工 对咱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而发放的 他每天只会端茶倒水 要么就是取取快递 这根本就没对公司 产生什么效益啊 你说我没价值 我 我每天给你们又端茶又倒水 我为了给你们 我把手机都下坏了 你说我没价值啊 你跑个腿 这就想拿奖金啊 根本不可能 小五可是咱们公司里面的高学历人才 没有人可以代替 而你呢 只会端茶倒水 随便请个阿姨就能把你给替代了 你 你 哥 你看看呢 我怎么就不如一个臭包街了 喊李总 这里是公司 单经理 你做得很对 哥 李总 你不公平 很公平 现在社会变了 价值决定一切 这是社会发展之根本 也是企业竞争之根本 更是你们的生存之根本 企业最害怕两种人 小白兔和老黄牛 老黄牛勤奋努力 没业绩 小白兔听话忠诚 没价值 你们说企业该怎么选择呢 那每个工作 这总要有人做吧 对啊 所以每个企业 都有专业知识型人才 和普通岗位嘛 如果把他们一视同仁的话 那他们还会努力吗 他们是读了二十几年书的 专业技术型人才 凭什么要和一个你这样18岁 没技术 没能力的人 待遇一样呢 如果把你的待遇 调到和他们一样的话 你觉得公平吗 不 不公平 少鹏 你知道你的父母 为什么要逼着你去读书吗 因为他们正在用今天的努力和汗水 去为他昨天没有读书而买单 他们也知道你读书很累 但是他们更不想你在社会上遭罪 你在家里面任性 他们可以宠着你 惯着你 但是当你到了社会上 工作上 生活上 那么 谁还会惯着你啊 哥 我知道了 我回去好好上学 等我大学毕业了 我再回来找你 但经理 谢谢你的用信仰苦 不客气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啊 是啊 大部分人呢 都只能吃体力上的苦 之前人们靠双手致富 所以只能小康 现在只要你们能吃接下来的四种苦 那么你们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独立思考能吃脑力的苦 人的克制能吃自律的苦 点头哈腰能吃醉样的苦 努力学习能吃寂寞的苦 大智需要大友 高成就需要大毅力 加油 每个人成功的美好 都有不为人知的算出 面对山上这条坎坷的路 每一步都要踏到实处 妈 我这有两万块钱 您拿着 咱们给妈这么多钱 妈您就别管了 您把钱收好 以后啊 吃好点穿好点 不要省着啊 我还有事 想走了 哎 开车慢点啊 妈 我去公司了啊 哎 儿子等一下 给妈拿十万块钱 哎 妈 您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怎么 舍不得了 我听朋友说 你请他们吃一顿饭就花一万多呢 不是舍不得 那您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您总得告诉我一声吧 你别管了 你给是还不给 给给给 我这张卡里啊 有二十万 您先拿着花 密码是我生日 不过 您干啥花钱 得告诉我一声啊 拿过来吧你 知道了知道了 赶紧走吧 儿子 哎 妈 你怎么来了 你再给妈拿二十万 妈 我前几天 不是高给了你二十万吗 你怎么又要二十万呀 你给妈买的新房子 妈不得装修 那不花钱呀 行吧行吧 我这儿今天就剩这些了 剩下的我明天给您送回去 你省着点花 知道了知道了 李总今天把我们交在一起 是准备安排我们干点啥呀 哎 我觉得上次李总 安排咱们吃饭那地方 相当不错 就是消费有点高 你瞧你们说的 那对于李总来说 那不都是小事吗 是吧李总 看不起谁呢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了 是想跟大家商量点事 我也不跟大家藏着掖着了 我公司财务呢 出现了点问题 我想让你们帮我凑点钱 度过难关 平时我也没少帮你们 需要的也不多 就两百万 李总 你也说了 那是帮不是借 小了 格局小了 嗯 李总 我前两天刚买了别墅 这还得装修呢 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不好意思啊 我先走了啊 哎呀李总 你看我这不当家也不做主的 要不等我回去 我跟我老公啊 好好商量商量 我先走了啊 李总 如果我们再不给对方打款的话 他们就要起诉我们了 这是资料 您看一下 我知道了 您先去忙吧 喂 毛总 您先帮我周长三百万吧 不不不 一百万就行 一百万 喂 喂 哎 儿子 哎 妈 你怎么来了 你最近怎么瘦成这样 看你憔悴的 没事 昨天晚上没睡好 熬夜了 哦 那你再给妈拿十万 妈 您又要这么多钱 干什么呀 你别管了 妈有用 妈 今天您要是再不告诉我 您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那我就不给你 不给我 你是没钱了吧 我就算再有钱 你也不能这样乱花呀 你还撑到什么时候 在这卡里 有八十万 都是你平常给妈的 妈一分都没花 都给你攒着呢 这张卡里有三百万 你给妈买的房子 妈把它卖了 什么 你把房子卖了 那你把房子卖了 那你把房子卖了 你和我爸住哪啊 你就别管了 妈跟你爸住老房子去 那老房子他能住人吗 他住不了人了 他现在都快塌了 怎么住不成 只要妈在 哪都是家 拿着 妈 儿子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加油 我唱 祝你 他过前床了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妈妈老去的时光 听他把耳识慢慢讲